明天是一大慈大悲喜 孤独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将用这个六大气形中的蓝来做插座 首先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花气 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 这个蓝气主要是以红跟黑两个颜色为主色系 我们知道在我们传统华人的观念里面 中国人的观念里面认为红配黑的颜色是阴阳色 那也是一种很吉祥的色彩 因为我们知道黑色是阴中之阴 那红色是阳中之阳 那阴阳色搭配起来就有辟邪吉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我们自古以来的任何的器皿 其实它在制造的时候这样的人都是很用心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花气呢 它是有点八角形 所以造型呢也是很不容易成就的 然后它在整个花气的四周呢 镶嵌了各种的吉祥的花式纹路 有百合 有石榴 有梅花 有菊花 就是有世纪的花卉的感觉 那我们想有世纪花卉 世纪平安的这种象征的含义在里面 好那我们今天要用这样的一个花气来插座 那首先我把这个栏盖呢 轻轻地把它打开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纹饰也是很漂亮 还有一个很吉祥的一个符制 那也很适合今年 因为我们今年因为是虎年 那我们说福者福也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花气来插座呢 也很有吉祥的一个象征 好那我现在呢把这个提梁呢 我们蓝这个手把我们称为提梁 提就是提起来的提 那梁就是动梁的梁 梁柱的梁 所以我们称这个为提梁 当我们提梁是这样子往左右两边这样子放的话 我们就称为正字 那正字插花呢端庄大方 那如果说我把这个蓝呢 这样侧一点点这样子 就是有点斜斜的这样放呢 我们就称为偏字 那偏字呢这样的插花呢 我们可以用在文人插花比较活泼雅致 那如果我这样子把他整个走这样子南北向的插花 我们称为側字 那側字呢在我们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认为说 側字是我们比较忌讳的 因为我们不喜欢梁对的人 这样比较没有礼貌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正字 也就是这个提梁呢 它是左右两边也就是东西两边的走终神线这样的感觉 好那我在这个 因为这个蓝是木头制的 是木制的一个花器 那我在里面放了一个建山盒 建山盒里面放了建山 那这样子我们的水就不会跑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擦一个这种很具有睡月的花器的时候 一定要很用心的去考虑到很周详 然后用完以后把它擦干 继续把这些仙人的智慧用心呢 能够保留下来 好那我们看看今天当我们要擦一个这样很古异的花器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什么的花材来搭配 好那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一支很美的这样的一个石榴 好那每一次呢 我在擦作作品的时候都会有石榴可以用 那最主要是呢 因为我 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生 他刚好他家住家的附近 刚好有这个很美的石榴 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姻缘 好那首先呢 我把这个石榴剪短一点点 其实这么粗的枝干的石榴 所以我真的很舍不得剪短 可是有时候因为画面的关系 所以就要剪短它来应用 或者的话这个石榴就没有办法看得到了 因为它在这个上段的地方呢 石榴很美 好那我把它剪 剪短一点点应用 那也因为蓝不是太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把它擦得太高 好那 因为它是木本的 我还是一样把它剪一下下 把它剪开来 好那剪开之后呢 第一个它的吸水性会比较好 然后第二个呢 它比较容易能够插得进去 好我们看一下这样的高度 在画面里面是不是OK 有时候我也很想插做一些 比较大件的作品 但是呢 因为碍于我们在摄影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也没有办法 真的插做很大的作品 好那这个石榴它蛮坚硬的 我再做第二次的修枝 好 因为呢 刚刚我剪的地方 好像刚好在一个 生长点的结上 所以它那边会非常的刚硬 所以有时候要跟那个 剑山做一个和合的话 就会有一点点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再把它稍微的 换另外一个角度 好那我们在插做的时候 我会觉得哇这个石榴的枝盖 真的也是好硬喔 很刚硬的感觉 我们平常看石榴呢细细揉揉的 尤其是我们平常 我自己也很喜欢石榴 因为石榴花开很美 所以我们说五月榴花照眼红 就石榴花开的时候呢 它那个颜色非常的美 好那我现在结出来的果实呢 它也感觉就像石榴花一样 是这样子红洞洞洞的 好我们把它调一下它那个角度 跟感觉看一下 好希望呢这个石榴 它能够插到一个最美的一个角度 好那我把这边 这支花枝把它剪掉 让这个石榴感觉上更加的轻压 好再试一下 因为剪了这个以后呢 它的立竹点就会有点动大 好再试一次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石榴的感觉 好那各位现在可以欣赏一下这个石榴花 它的这个感觉跟衣镜 很轻盈的然后很优雅的 但是所以石榴呢 也是一个很吉祥的花财 那在中国的民间呢 女子要出嫁的时候 那都会有石榴花 因为石榴也象征多子多生 所以自古以来呢 也很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那尤其是在玉乡下地方 很多人很喜欢看到石榴 那记得那天呢 我们到鹿港去玩 因为我们做户外教学 所以我们就在鹿港的古巷里面 那个散步 那我看到鹿港有好多很古雅的房子 那其中有一家房子呢 它不但整个屋子的感觉很古雅 而且呢 它里面种了一棵 也是长了好大棵的石榴 那石榴花在这个很古雅的屋子里面呢 就更显出那个整个屋子的那种气质跟感觉 就两者互相的呼应呢 更有一种 尸骨之幽情 好那擦完了这个石榴之后呢 我又用了一段这样的堂竹 各位阿华菩萨现在可以看一下呢 我从门口剪了一段的堂竹 刚好它的生长点到这边结束 我就把它剪下来 刚好可以做前段的这个部分 那石榴呢这个部分比较虚一点点 那我加上一点竹叶 那那个枝梗的一种 两者之间的互相搭配 也就是说竹叶它会有这种生意盎然的感觉 而且很活泼的感觉 好它很有生意 那石榴的骨干呢 它现在感觉上 就是比较干涩的感觉 虽然它的果实很美 可是它的枝干呢 就会感觉比较干的 那所以我们在使用花材的时候 怎么样善用这个干丝材 就是干材跟丝材互相的搭配 那这也是一种花一家 它本身在呈现作品的一个 能够表现的一个部分 好那我加了竹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竹花的这个部分 好那今天的竹花呢 我也是选用的 大梨花跟白玫瑰两种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两个花怎么搭配 那我们首先欣赏一下这个大梨花 那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大梨花呢 它很盛开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花市 买到大梨花它很含包 那有时候这个大梨花买到的时候 会很盛开 可是 不要因为很盛开 就有点烦恼 如果您希望 它感觉上不是这么的开的话 我们可以把旁边的花瓣 稍微的拿掉一些些 好 比如各位爱华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我呢 好把这个大梨花 稍微把它的花瓣剥掉一些 好 好 把它当 因为 古人说呢 久长新手后 花赏半开时 所以当有时候花开到 太开的时候呢 我们会觉得 感觉那个花面 虽然比较大朵 但是呢 比较没有意境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花呢 它是一种 呈现一种含蓄的美 那这样你就会感觉 比较好一些些 所以呢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呢 你们擦花擦一擦 如果花太开了 就要稍微整理一下下 那这样就可以常常保持的看到了 好像含苞绽放的花 才不会让花开到太盛了 有时候我们可以 适当的这样运用一下 好 那我用这个大梨花呢 来做这个煮花的部分 好 好 这个大梨花擦下去之后呢 就感觉真的是 非常的美 好 我把这个转过来一下下 看一下这个感觉 好 这样子 这个煮叶就不会遮到我的脸 好 我们可以再试看一次这个大梨花 好 比如说我把这个花瓣 因为我们现在会发觉 这个花瓣有一点点这样子 不是很很美很完整 好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剥一下下 所以呢 其实 学花呢 也要很有耐心 那也要很勤快 好 有些学生后来 学一学花又没有学了 好 我问他他就说 哇 有时候要处理这些花材 他觉得好麻烦 好 那我们知道其实 雪花本身 最开始的时候 都是因为希望能够修身养性 那训练自己呢 很优雅 很文雅 然后 有一个很有耐性的 很有耐性这样子 所以 就有在慢慢的学习中 改变自己的气质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一个也稍微剥 剥了稍微的少一点点的花瓣 然后我们把它整理一下下 那我们来把这一朵花呢 也整理一下下 那我们就可以一次的把它擦起来 好 这朵花呢 虽然它比较开 可是它的花瓣呢 还蛮完整的 所以我就不要把它剥掉太多 因为 其实我们擦花的时候 最美的感觉是 如果您擦三朵花 最好这个花呢 有比较开的 有比较含包的 因为我们在开盒 开象征的一种羊 那盒象征的一种鹰 所以开盒鹰羊之间的一个搭配 也是 很有讲究的 好 那我们现在试一下下 好 那我们把这个花呢 再转过来到这一边 那我们来擦座 然后 我把这一朵 最开的这一朵呢 我把它擦最低 那它滴滴的 几乎都在体量里面 好 滴滴的在这个体量里面 因为 如果说我们这个 花擦高出体量太多 就会破坏这个 空间的画面的感觉 所以我把这一枝 擦得很低 再让它更低一些 因为更低呢 会有一种齐趣 就是很特殊的一种 意境跟味道跟感觉 好 那这个大理花的叶子 如果它还蛮美的 我就用这个叶子 直接做它的衬托 因为其实呢 我们擦花最好能够呢 有叶子 尽量用它自然的叶子 那不要说 可以把叶子拿掉以后 然后再用别的叶子去补 除非它的叶子不是很好 不然的话就是说 相同的花叶 它自然的花叶的搭配呢 这样的感觉是最自然的 好 好 我们把叶子试试看看 好 像这片叶子有点尖起来 好 就比较不是这么的好 好 那 接下来我擦第三朵花 我让它有点微微这样过来 好 那这一朵我也是一样 不要让它太长 好 因为我刚刚有说了 尽量的让它有一点点 高低相见的感觉 好 好 所以呢 我现在用三朵这样的大梨花 然后有一点点让它 刻意的侧向一边的感觉 那流出一半的这个水 这个空间 这也是在东方的插花艺术里面 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 就是我们插花 在空间的运用呢 也要有虚有实 因为我们一般 会发觉我们在学习西洋插花 或者 欧式的插花的时候 他们会把整个花都插得满满的 比如用一个蓝也是插得 都很满满的 然后很平均 可是 在我们东方的思想里面 我们插花一定要虚实相见 然后空间呢 有虚有实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我的右手边的这一边 它比较实 然后左手边就流出一个空间出来 那 这个空间 有这个空间 就能够让人的思维 能够跟这个空间之间呢 能够互相的搭配 好 那我再插完这个部分以后呢 我再用一点点的 这个热光箔来补下段 那这个热光箔 第一个功能呢 就是衬托 这个 这个煮花的 因为我们知道 红色配绿色呢 它的感觉就很明显 那 各位爱好婆婆 现在可以看到 我手上的这个是薄 好 那薄是非常好的 用来补空间的一个花材 好 那我把它加上去一些薄树 好 我把这个再转过来看一下下 好 因为我今天插在这个 左边比较多 所以 好 我把它撕一下一下 好 好 那我们在后段的地方呢 因为会看得到剑三 所以在后段呢 也给它加一些 那 在花室有各种的薄 比如说 日光薄 南薄 那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 絲薄 那这些薄树呢 它都是很好使用 应用在补空间的 我们用来衬托花 很好的一个素材 因为我们说红花要绿月配 所以有时候呢 应用这个绿色用的 好的话呢 也能够让花表现得更加的好 好 那我现在用这个薄给它搭配了一些些 我本来呢 想要在这个上面加一点点白玫瑰 不过我觉得 光这样的空间 纯红色呢 感觉就很好了 好 那我再加上一朵 这个 小小的这个小花 这个叫深山荫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花 它也是一个很耐久 那很多人很喜欢的花 因为它 嗯 这种花有种很野趣的感觉 那我把它 用了一小支 把一支剪成两支 运用 好 那我让这一支呢 插高一些些 好 插高一些些 好 然后这一支呢 我把它插短一点点 好 好 刚好可以把 剑山的这个角落的地方呢 收起来 好 好 好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下 我们这件作品 那同样的 我们在新春期间呢 我们插完一个这样的作品 我们也试着来 白白白白的 美美的 让它感觉上 很具有那个 很喜气的感觉 那在过年的时候呢 能够觉得很平安 很吉祥的感觉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 那在这个很古雅的这个 蓝 蓝气中呢 我们插至了 象征着多子多孙的石榴 石榴的果实 那也加上了一个青竹 那我们知道呢 竹也象征 真洁的意思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大理花呢 它的那个色泽的一个鲜艳感觉 那大理花在中国的民间 也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所以在这样充满一个 民间气息的一个花座中呢 我再把它点上了两个这样子 代表的 富贵花开牡丹 牡丹花开的一种 蜡烛呢 红色的蜡烛呢 那我想这样的气氛呢 不只是可以应用在过年的时候 那平常家里有喜事的时候 那我们都可以去善用这样的一个巧思 那我想很多人的家里都有石榴花 那如果说 您没有大理花的话 您也可以选用玫瑰花 这样的象征意义都是很好的 比如说红玫瑰啦 或者粉玫瑰来搭配 都很好看 所以期待这样的作品 您也可以动手做做看 希望您能喜欢 您ãy热烈的字幕 您还是要地厚 您的甜蜜烈 您arf 您可以来听了 您若干 您可以看到 您 Li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再做一件很奇特的作品 那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在我们这个镜头里面 有一个很美的这样子的竹边的这个花器 那这个花器呢 我大概在十几年前买了它 一直用了十几年后呢 我觉得它还是照样的 没有变得很旧的感觉 而且整个竹边呢 它非常的细腻精巧 那我们知道呢 在日本呢 他们也保留了很多这种竹边的技术 所以也期待我们喜欢竹边的一些 艺术工作者呢 能够也能够创造出一些好的竹边器皿 可以让我们像刚刚那个蓝啊 一直到现在这个竹肉的感觉 那这个花器平常我们是做壁士 也就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它有一个这样的挂钩 就是我们平常是挂在墙壁上 钉个钉子然后挂上去的 那因为我要做这个现场的表演 所以没有办法挂在墙壁上 所以我就把它架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海芙笼上面 那这样架上去之后呢 也是很有趣味的 因为刚刚这个有一点点不好固定 所以我先把它固定起来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插花 所以很多的器皿都要有巧思去应用它 好 那我现在呢 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器 然后呢 我还有一颗这样的石榴 那我也把这个石榴呢 插在这个作品上面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那在这个竹楼里面呢 它有一个竹子做的一个竹筒 那我把这个石榴插进去 好 那其实它刚好可以靠在这边边的地方 那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呢 就是说呢 我可以把刚刚呢 我剪下的那一块 那个石榴的下段的这个部分呢 我把它拿起来 好 然后呢 我把它做一个萨 所谓的萨呢 就是我把这这样子做一个固定 然后把它绑一下 我找一下橡皮筋 然后呢 把它绑一下下 好 我们试一下 看看这样子的话 有时候如果说您在插座的时候 你遇到困难 就是说固定不好固定的时候 您就可以像我这样子 好 把它绑一下 然后呢 把它这样子左右两边 好 这样子绑一下 好 紧一点点呢 它 躺开的力量会大一点点 好 现在各位阿华卜萨可以看一下 它就会变成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躺开的力量 好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把它插在这个 竹筒里面 然后插进自己之后呢 它就会躺开 然后躺开之后 我这个石榴呢 就可以固定的比较好一点 好 好 那这样 好 但是它的弧度 琴弦度 我希望它有点 琴弦一点点 然后你就可以随意去调整它 好 好 好 那我想说 这一个我就让它只有一边 完全很纯粹的表现 这颗石榴的美就好了 好 把它放一下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整个面的感觉 好 我们让它往前一点点走 这样感觉就很好了 好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前面呢 我想 我只要插一点点的小花就好了 好 因为这个气是这么的特别 然后石榴也很特别 所以我在这个上面 我只要插一点点的小菊花 好 好 那我们看 这个很可爱的这个小菊 好 我们剪一小只来用它 好 那这个菊花呢 我们就给它做它的主花的这个部分 好 一点点的小花 好 好 把这个菊花拆下去之后呢 啊 很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哦 我先把这个薄的部分呢 把它加上去 好 做一下它的衬托 好 就也是把这个瓶口呢 这个气口呢 做一个稳定 好 非常的好看哦 很简单哦 但是很高雅很清雅的一个意境的感觉 就是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石榴 哦 然后呢 插上小小的这个黄色的小花 哦 然后啊 插在这样的一个竹器上面 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作品上面呢 啊 因为配合这个很古雅的一种色彩的感觉呢 哦 所以我在上面 我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香炉 哦 哦 好 那这个香炉呢 它感觉上也是很有古意哦 那上面一朵金色的莲花 哦 那我想啊 藉由 哦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 哦 那一朵金很清雅脱俗的一个花器呢 啊 我们来啊表现啊 这个啊 整个啊 竹编艺术的一种美啊 哦 那啊 希望这样的花呢 您也会喜欢它啊 那缘子香花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华隆天 普勋众生 供入佛智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年达 闻 网媛 三 mov 三 土 日 越 杯